哈喽大家,我是文载,欢迎回到我们频道 欧洲杯已经在如何如何的进行中了 你看了没,你有支持哪支球队呢? 总之属于足球的夏天又回来了 为了更好的体验享受欧洲杯这个豪门盛宴 我最近下载了实况2021这个游戏 由于今年的欧洲杯的版权是被实况拿到了 往年都是非分一家独大的 所以这个实况2021这个游戏里边 就包含了欧洲杯所有的参赛球队 然后包括队服啊,球员 还有整个赛会赛制的logo和一些装饰 都是完全跟欧洲杯一模一样的 根据那个来的 所以说呢,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购买了这个游戏 想趁着这个欧洲杯好好体验一版 但是经常玩实况的这个玩家呢 肯定都知道实况足球它的这个球队 尤其是欧洲联赛和这个国家队的这个版权是不足的 很多这个欧洲联赛的里边的球队游戏一些豪门 还有一些这个国家队都没有真实的这个球队的球衣啊 Logo啊,还有一些甚至一些名字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游戏体验是不是很好的 所以为了更好的游戏体验 你必须去给它游戏打补丁 来完善它这个版权不足的问题 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给实况足球游戏打补丁 好啦,废话不多通 我们开始吧 Let's go 首先你要先准备一个U盘 注意U盘的格式一定要是FAT3R或者是EXFAT格式的 一定不能是NTFS格式的 不然你的PS主机是无法识别到的 如果是NTFS格式的话 可以先备份一下数据 然后格式化一下U盘就可以了 接着把你下载好的补丁直接拷贝到U盘根目录 补丁的文件名一定是WEPES 大小写都可以 但是绝对不能是其他的名字 不按手机无法识别到 然后将你拷贝好补丁的U盘 插入PS4或者PS5主机上 登录实况足球游戏 在首页选择设置 编辑 首次要创建一个编辑数据文件 选择是 然后选择导入导出 点击接受 首先选择导入球队 如果是首次导入补丁的话 会有一个安装示例 这个只要跟着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当演示完成了 再点击导入球队的时候 你插在主机上的U盘 就会被识别出来了 选择你的U盘 按手柄上的方块键 选定所有文件 然后确认 这里要把两个选项全部勾选中 点击OK 稍等片刻 不要关机 带显示已完成导入数据 完成了第一步 说明你的U盘 及补丁 基本没有问题了 然后继续来选择导入赛事 步骤同上 勾选所有选项 近代补丁 完成安装 注意了 接下来这步非常重要 就是操作完以上两步后 一定要返回上一集彩单 选择储存 不然你的努力可就白费了 还有不要点击导入图像 前面的操作已经包含这个图像的内容 这时我们再来看一下 五大联赛的logo及各个球队 就已经变成真实授权的样子了 是不是很开心呢 但是如果经常玩德甲联赛的朋友一定会发现 在这个打完补丁以后 他出现的这个德甲联赛里面并没有败人 甚至说他这个德甲联赛参赛球队都跟真实的有所区别 当然这个问题是单纯用补丁方式还是不能解决的 你必须手动去调整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就告诉你如何把德甲联赛调整为与真实情况一模一样的状态 首先一样的点击设置 编辑 选择联赛对阵表 选择参赛球队数 把第一个德甲联赛球队由20改为18 然后返回在联赛对阵表中选择欧洲 按R1或者L1键找到德甲联赛 把图表中不是真实的德甲球队 替换为在其他欧洲联赛中的三只真实的德甲球队 如果你不知道哪些不是德甲球队的可以百度一下 还是很好找的 然后重点又来了 返回上一集编辑菜单中点击储存 这样你的德甲联赛就已经调整完成了 在这里再分享给大家几个实况小技巧 就是如果你想让球员头上出现名字 在比赛中点击暂停键 在选边中按R2或者L2 选择个人数据 在光标名称中选择玩家姓名 还有如果你不喜欢用摇杆来控制全方向 还可以在指令配置中改变球员移动的按键操作 哦对 对方头上的名字是在系统设定中比赛画质设定中修改的 好吧 这样实况足球游戏的补丁已经全部安装完毕了 如果之后还有新的补丁更新的话 你可以按照我以上的这个安装方法去更新安装你的补丁 当然前提一定是要把之前安装补丁这个数据要全部删除 这样才能继续更新你的安装 不然它是无法进行安装的 希望我的这个视频对你安装实况足球游戏的补丁有所帮助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关于实况足球游戏 或者安装补丁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和我分享 小时候看欧洲杯和世界杯的那种幸福与快乐 已经渐渐模糊 但我记得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也许曾经陪你一起看球的好哥们 早已渐行渐远 甚至连朋友圈里都很少能看到有人关注足球赛事了 但那种深埋心底的热血 与曾经的感动会伴随你一生 克服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难关 这就是本期视频了 我是文在 感谢你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